好 再來我們插播一則重大的意外消息 哇 怎麼會翻車倒在路邊呢 而且呢 是從橋上掉下來的 高雄古山區 馬卡道跟中華路口 一輛水泥浴半車 好像是下橋的時候衝太快 結果撞破隔音板失控的情況呢 就翻到橋下 那這個駕駛因為車頭被壓住 當場就沒有呼吸心跳 隔音板也砸傷了 一對正好路過附近的祖孫 稍後有更多的消息 我們隨時帶您掌握 再來呢 台中大理有一處 這個小巷子裡頭 房子起火燃燒 哇 這個煙非常的濃 應該非常的嗆喔 早上七點多 在這個民宅起火 那因為這個附近的房子 都是鐵皮搭建的 所以呢 燒得很快 那麼整條巷子 哇 整間陷入火海 有住戶呢 抱著這個狗狗啊 趕快的逃命 那麼有屋主一家人呢 這個當爸爸的 哇 拉著老婆跟小孩 趕快衝 手上還抱著才四個月大的小寶寶 一家人驚魂未定 農煙從住宅內不斷竄出 只從天際 整條巷弄內煙霧四散 一片雾茫茫 現場農煙密布 高溫悶燒下火苗 又開始延燒 窗戶外也可以看到正著火蛇 它是往外竄 往那屋簷外面竄出來 這裡是巷子 那個消防車會比較不好進來 有住戶抱著愛犬驚魂未定 而起火點這一戶 男主人拉著一家老小 手上抱著四個月大的嬰兒 倉皇逃出 起火點是在那個 倉庫那邊 也不知道 男物主說起火點疑似是在 兩戶連投的倉庫 裡面堆放了雜物 不知為何突然燒了起來 因為他們上面是鐵皮的建築物 所以延燒的速度還蠻快的 那最後正面的部分 這邊是延燒有三戶 然後後面有兩戶的空屋 消防統計撤出似乎六人 幸好火災發生在早上 住戶們有所警覺 另外在彰化也有一處廢棄貨櫃屋 突然起火 目前民眾說疑似有業者焊接不慎 引燃廢棄物 才會延燒至貨櫃屋 亮成大火 火勢燒了一個小時才撲滅 幸好沒有造成死傷 這次作為林維斌 談論彰化採訪報導 車子改裝 哇這個亮燈喔 在晚上真的會看不清楚 而且會覺得很刺眼 黑色改裝車在台六一線 一路狂飆 他車尾還加裝這個投射燈 真的是閃瞎用路人的眼 這強烈的白光讓人家都看不到路 警方說如果你自己改裝 加裝這種亮燈 會罰1800元 深夜汽車遲呈 突然驚見前方的黑色汽車車尾亮者 巨大白燈 向右切向超車 卻發現開在黑車正後方 眼睛根本張不開 白燈猛罩駕駛連路都快看不清楚了 快速道路上車速本來就不慢 加上強燈猛罩根本超危險 黑車不顧其他用路人感受 被網友怒批超級誇張三保駕駛 真的會閃瞎眼睛 在國道上塞車時鬱鬥更無奈 警察也提醒如果未經申報自行加裝 除了車頭燈以外的燈光影響行車安全 將會可以罰新台幣900以上 1800元以下罰還 給車一時霜 不過影響到其他用路人就是不對的 如今恐怕得吃上法單 記者呈盛為王怡婷彰化採訪報導 再來這開車的人也要留意 哇塞 你這開門開得太快了吧 結果旁邊人家騎腳踏車的學生 根本反應不及原本要騎過去 你這一開門把人家直接撞倒在地 幸好旁邊沒有車開過 一輛輛交車排隊等著出地下道 車震緩慢的向前移動 這時旁邊突然出現一輛轎車 速度飛快跨越雙黃線逆向行駛 硬要從兩車之間的縫隙開過 逆向交車先撞了第一輛 接著卡在兩車之間動彈不得 硬擠過去後再撞第二輛 第三輛最後加快車速揚長而去 危險太離譜了 這個逆向行駛是妨礙人家的安全 而且這是自然於危險之中 事發在13號下午4點多 桃園中立龍岡地下道 往中立國小方向 發生一起轎車違規跨越雙黃線 連撞三輛車之後落跑的事故 誇張行徑都被後方駕駛錄下 該推委租任車輛 將通知租任公司提供駕駛資料 及事故責任 並因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第62樓處罰 另外桃園大同路發生一起 轎車後座乘客沒有兩段式開門 造成騎腳踏車的學生摔倒的意外 畫面中可以看見路邊黑色的轎車 後座乘客將車門大幅度的打開 騎著腳踏車的學生來不及閃過 撞到車門時嚇到驚呼 接著連人帶車跌倒在地 幸好後方轎車趕快放慢速度 才沒有造成更多意外發生 根據規定 汽車駕駛或乘客沒有兩段式開門 可儲新台幣1200元以上 3600元以下罰還 開車門一定要遵守兩段式規定 以免造成其他用路人發生意外 記者劉志展 周孟如桃園報導 好 這園警巡邏啊發現呢 這個機車後面的號排燈壞掉 就把他攔下來問囉 結果沒想到聞到濃濃的酒氣 就酒駕 就經過酒測之後 確定他真的是酒駕上路 立刻帶回警局 後面號排燈壞掉囉 那記得去修一下 巡邏員警看見前方機車車排燈壞掉 將騎士攔下排查時聞到他身上有酒味 立刻進行酒測 騎士經酒測後 坦承酒後上路 園警因公共危險罪 將他帶回警局 騎士因為酒駕被帶到警局 沒想到朋友騎車趕來了解狀況 一進警局也被逮 值班員警發現趕來的秋姓男子 身上也飄出濃濃酒味 大聲質問他是不是喝酒 隨後將人叫進警局 園警對秋姓男子酒測 發現他酒測值高達0.84 將兩人依公共危險罪 送往花蓮地檢署偵辦 本想幫朋友解圍 沒想到酒駕被園警抓包 兩人一起等著受到法律制裁 記者劉己嬌 周孟如 花蓮報導 又有颱風要來了 最近有可能會有三卡颱風 最快今天下午行程 上班尖峰時間 既這騎士穿雨衣擋雨 台北地區一早下起見些雨 但周末變天於是可能再增強 颱風或熱帶性低氣壓 帶來的水氣 還會加上東北季風 全台都有這樣的機率 氣象局預測 周六開始低氣壓 元氣逐漸北移 接近台灣 基隆北海岸 東部大台北地區 大雨機率增加 東北部大台北山區 也有局部豪雨 周日影響可能更劇烈 桃園以北花東地區 嚴防大雨 大台北山區 也有豪雨等級以上 到了下周一 桃園以北 東半部橫泉半島 持續降下大豪雨 北部低溫 可能降至18度 在這個大低壓帶之內 有兩個熱帶性低氣壓 那比較值得關注的是 在我們東南東方 大約一千公里左右的海面上 那這邊有一個熱帶性低氣壓 是今天早上8點的時候形成的 菲律賓東方海面上 有熱帶性低氣壓生成 氣象局預估 最快下午將生成為森卡颱風 未來路徑朝越南方向前進 對台灣沒有直接影響 但有氣象專家指出 南邊還有一個低氣壓 加上東北季風影響 會產生共辦效應 在我們的北部 東半部地區 受到東北季風 跟熱帶系統 外圍環流的影響 的雙龍效應之下 產生的比較劇烈的降水的現象 氣象局臉書本專 更發文示警 下周一風雨強度 可能會達到巔峰 能夠壓東北季風開外掛 全台都會相當有感 不輸颱風天 提醒民眾外出 一定要記得攜帶雨具 記者陳雪麥陳嘉倫台北採訪不到 桃園中壢有一間小吃灘 說凌晨一點多 傳出火警意外 這灘子整個都燒掉了 那現場呢 因為可能還有燒到附近的住宅 有三位民眾受困樓頂 後來消防人員呢 用雲梯車趕快把他們救出來 同時布水線來灌救 幸好30分鐘之內有控制火勢 那到底為何會起火 還有待調查 絕紅色火光板隨著濃煙不斷傳出 現場獵鹽衝天 越燒越旺盛 就連冰箱儲具都被大火無情吞噬 仔細一看屋內更有6桶瓦斯 緊銷不懼高溫 緊急拉出以免爆炸 現場更不多調水線 分秒逼真灌救 更令人擔心的是 丁樓還有三位民眾拿著手電筒 拼命求救 雲梯車緩緩落下 將民眾逐一救出緊急送醫 一旁民眾看著恐怖大火 雙手核食不斷祈禱現場現象緩升 發現二樓有不得的傳出 現場是在三十 二分鐘左右就獲得控制 平常我們從 並用銀利車救出三位民眾 恐怖大火發生在桃園中壢 14號凌晨一點多 四層樓的公寓一樓的小吃攤 突然起火燃燒 就連二樓的倉庫也慘遭波及 農煙更是一路向上衝 民眾只好跑到頂牢求救 索性警銷及時將受困的 三位民眾救出送醫 至於起火原因還有待調查釐清 謝謝劉志掌王安寧桃園採訪報導 大家就是在我們攝影棚當中 現在全天候使用的就是 旺旺水神的抗菌液 當然我們裝在這個霧化器裡頭 就可以做噴霧清消 非常的安全 不會傷身體 一天使用好多次都不成問題 兒童孕婦也都可以使用 哪裡購買呢 只要到我們這個 快點購網站上頭 就可以買得到 好 好 好